多长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接着来介绍第三种方法 企业价值比较法 那么这种方法其实顾名思义啊 就是要找到使得企业价值比较高的那个结构 作为最优结构 我们教材在企业价值比较法这块 谈到这个判断最优资本结构的标准呢 他强调了 就是说最优结构啊 应该是使得至今 就是市经历最高 然后挺强是必须市场有效 另外呢也说 假设股东投入资本 债务价值不变 那么这个资本结构 也就是使得企业价值最大 同时资本成本也是最低 就给了这样一段话 其实这段话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他其实就想表明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第一章给大家介绍 财务管理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但是到这一块 在选择最优资本结构的时候呢 又强调的是企业价值最大 那么会不会有矛盾 那么他就等于说 让他更严谨 那就表明啊 我们这里的实际上是和第一章的 财务管理目标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还是要使得股东财富最大 因为我们在前面谈到了 如果当市场有效 股东投入资本不变 股价最大化 也是可以接受的观点 那你看我们市场有效 对吧 而且他显示市净率 就用市价除上一个我们的净资产 你这个美股净资产 可以说是它的账面的价值 也可以理解是股东 投入的这个账面那个资本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呢 相当于就是等于说限定了 市场有效股东投入资本不变了 那你这个市净率越高 那么股东财富也就是越高了 是吧 而企业价值这块上 他也说明啊 我们这块的前提 假定的是股东投入资本 和债务价值不变 所以呢 这个样的结构 就是企业价值最大 实际上也是股东财富最大 他主要是想表明 我们这个方法 它是符合股东财富最大化 这个目标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按照这个企业价值比较法呢 它的关键啊 就是要一个是算企业价值 另外还要会算加权成本 对吧 因为它是使得企业价值最大 同时加权成本最低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企业价值的计算 企业价值呢 我们其实在以前谈到 我们是股权价值 加上债务价值 其实我们以前讲的债务是广义的 既包括我们的普通负债 也包含有关这个混合筹资 比如优先股 是吧 那么教材这块是分别列势 其实就想说什么 如果考试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 这个公司啊 我们就是要考虑筹资方案 可以考虑利用普通股筹资 可以利用普通的债务 也可以优先股 然后呢 有一个相应的这种结构 然后问哪一个结构更好 那其实呢 我们就是要考虑呢 找到 使得我们这个企业的总的价值 最高的结构 是最优结构 首先我们先看简单的啊 当然看债务价值 因为债务价值呢 如果不存在违约分险 我们一般来说是简化的啊 那么这些债务价值 我们就简化了 就是利用账面价值法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而对于优先股价值呢 也可以利用账面价值简化 或者他考试如果考我们 也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都知道 按照我们国家的 优先股的管理办法 我们是固定优先股利 股利是固定的 对吧 那如果股利固定 让你求优先股的价值 是吧 也就是我们说上 这个所谓的一个P 那我们就很简单了 就把未来的固定的 这个优先股利 因为是永续年金啊 然后给它折现 是吧 除了一个我们 股东要求的必要报号率 当然是优先股股东 要求的必要报号率 所以这个如果让我们算 应该也没问题 你只要给了 我这个股东要求的必要报号率 然后我们给了你 按照我们优先股 约定好的固定的股息 那么折现 永续年金限制 就没问题了 关键在于股权价值怎么算 这个股权价值呢 我们教材在这块 也给了一个公式 但是我觉得这个公式 你不用背 它这个公式啊 和我们第八章所讲的 就是鼓励现金流量的公式 实质上是一致的 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 让我们算股权价值 应该怎么算呢 按照第八章的这个 有关的方法 是吧 它如果是让你用股力流量 那你就把未来股力折现 它让你用股权流量 那就把股权流量折现 是吧 如果它是给了实体流 那我们就把实体流量 按照家权成本折现 然后再扣除 这个我们的债务的价值 就得到你的股权 是吧 所以这块的公式 你不用单独再背了 我们书上在这块劣势呢 它只是想说明我们 最优资本结构的决策方法 是要找到企业价值最大 那我们也可以说一下 我们书上 在计算普通股价值的时候 它是有假设的 它是假设什么呢 我们这个未来的利润 是经营利润是永续的 也就是我们上市一个 恒定的不变的EBIT 然后大家再看 利息是契约约定 就一旦资本结构定好了 你的利息就是固定利息 优先股利也是固定股利 所以我们的归属于 普通股的净收益也是固定的 那就是永续年金了 对吧 你的归属于普通股的净收益 是永续年金 其实我们书上 在这一章的公式啊 它说的不是很严谨 它其实是隐含着一个假设 假设股利支付率百分之百 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 这个收益都分到股东手里了 那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的股利模型 来算股权价值 就把未来的净收益 则限 而这净收益呢 就是吸水钱利润减利息 乘一减减所的税率 减去优先股利 比上的股东要求保护率 对不对 实际上它就是 永续年金 还是永续年金限制 只不过就是我们股利支付率百分之百 我们给股东支付的这个股利 也是恒定的 是吧 因为股利支付率百分之百 它就等于 这个把这个净利润 减去优先股利了嘛 是吧 每年都是恒定的 它是永续一直到无穷 所以你要让我求这个股权价值 这不就是 也是A除以I 也是恒定的 永续年金限制 是吧 它是这样一个原理 所以其实并不是新增的公式 还是股利流量模型 是吧 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加权成本 加权成本的话呢 那就是把我们的个别成本 和权重相乘相加 就是了 对吧 然后由于债务呢 它利息税前利润可以抵税 所以我要考虑 税后的债务成本 乘上债务比重 然后再考虑股权 还有优先股 它们的个别成本 和权重相乘相加就是 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一下 我们书上这个利息九到三 说某企业的长期资本的构成 都是普通股 没有长期的债权资本 和优先股的资本 股票的账面价值是3000万 这是目前的状况 对吧 它又告诉我 预计未来每年的EBIT 都是600万 所得税率是25% 该企业认为 目前资本结构不够合理 准备通过发行债券 回购部分股票的方式 调整资本结构 那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发行债券 回购股票 意味着我们总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资本的规模没有变化 它只是改变了一下 它的结构 对吧 就是相当于我们是 增加负债 减少股权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来通过这个方法 来提高企业价值 它说假设 长期债务的利息率 就等于债务的税前成本 债务的市场价值 等于债务的面值 然后经过咨询调查 给了当前的 长期债务利息率 和权益资本的 一些成本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表9到6 第一列 是给出的这个 就是不同 因为我们准备是 发行债务回购股票 对吧 所以第一列就给出 各种可能的 我准备要逐渐的 增大这个负债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在不同的债务规模下 它是要考虑到 因为负债多了 相应的我们财务风险增大 所以可能 债务的成本 也会提高 所以你看 达到一定从 它就开始 利息率在提高了 然后你看 股票的beta系数 这个股票的beta值呢 我们这里面 是直接给了你了 它就告诉你 随着我们的 这个负债比重的增大 我们这个beta 当然这个beta 是指beta权益 它也是增大的 因为我们说beta系数 它会受什么呀 一个受精英风险影响 一个受 这个资本结构 就财务风险影响 那很显然 我们这里面 随着负债的增大 它是逐渐增高的 无风险利率 它给的是8% 因为不会说 由于你 个别公司调整 资本结构影响 国债的利率 所以这个不变 是吧 整个股票市场的 平均收益率RM 它给的也是不变的 所以后面 这个权益资本成本 我们就是套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就是用无风险利率RF 加上β乘上RM 减RF 对吧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公式 所以往里面一套 就可以计算出 股权资本成本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经常这个权益成本 是需要我们算的 像这个股票的 贝的值呢 我们这道例题 它是直接给的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它也会让你 给出当前的贝的系数 然后你要会怎么样 会卸载原来的财务杠杆 加载新的财务杠杆 去求出新的贝的 对吧 所以要会自己去算 这是谈这个有关的要素 当然我们这要题 比较简单 都直接给了 所以也就是最后一列 我们可以算出来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来考虑 各种不同的结构下 我们的企业价值 还有这个贾身成本 我们书上呢 就给了我们这个 表9到7 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怎么来算的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行 第一行就是说 没有负债 那么为什么这个 我们的这个股权价值 是这个数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 自己来理解一下 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债务为零 那既然债务为零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要考虑吧 我们前提是股利 支付率是100%嘛 所以股权的价值 它是告诉我们 这个公司啊 它是未来的EBIT 600万 每年都是 这是一个永续年金了 那就是600万 由于债务为零 利息为零 是吧 然后乘上一个 一一减储的税率 我们都要提 给的税率25% 而是都要提 企业没有优先股利的 然后除以股权的资本成本 我们在负债为零的时候 权益成本是12.8% 所以除以12.8% 这样一来 就可以得到 我们这个3515.63 你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是吧 我就可以得到是3515.63 所以这是这样来算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市净率 那市净率 你有了股票市场价值了 我们要除以一个什么呀 所有者权益的账面的净值 你像我们第一种情况下 因为我们这个负债为零 对吧 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 股票的这个账面价值 目前就是3000万吧 是吧 因为你是要发行债券回购股票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也就是我们第一种是没发债券 所以我的账面价值还是3000 所以我们第一种状况下 这个市净率 那它就是把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市场价值 比上一个呢 我们的股权的账面价值 我们目前的股票 账面价值3000万 就是3000万 因为没有回购股票 债务为零嘛 所以它这就是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市净率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可以得到 我们这个是1.1719 只是可以得到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想要你求加权成本 那加权成本的话 应该是用债务的个别成本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你没有债务 那就是股权 所以加权成本都不用算 那就是12.8% 对吧 这是谈第一种情况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要发行300万的债务 回购股票 所以这样我的债务 就是300 然后我们的股权资金呢 EBIT不变 还是600 减去利息 因为债务300 然后这里面告我利息率是10% 所以300乘以10% 然后乘上一个 1减去所得税率 对吧 然后股东要求的必要不好率 当我们债务为300的时候 我们这个权益成本算 结果是13.2% 那就直接利用表9.6 这个13.2% 这样就可以得到 我们第二行 这个股权资金是3238.64 是吧 所以这个没问题 这样可以得到 对吧 然后我们说一下市净率 市净率啊 我因为市场有效嘛 所以它的股权的市场价值和市价 也一致了 所以分子还是3238.64 但是分母呢 股权的账面价值啊 因为你现在是发行债券 回购股票 对吧 所以从账面价来说 你的债务多 但是股权少了 所以就要比原来那个 3000万的这个股权资金 要减去这个300 这样来得到你的市净率 对吧 然后市净率了以后 我们这个加权成本啊 我们在这个债务为 这个300的这个情况下 那我们加权成本 也就是说 这个12.72%怎么来的呢 那这个简单啊 那就是说把我们的税前的利息率 10% 乘上一个一减储的税率 然后要乘上一个债务比重 因为我们的债务是300 那就是300 去除上一个总的价值 也就是我们这个 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 第二列和第三列之和 就这个数 对吧 就是300加上 3238.64这个嘛 那就是我们把它除以 3538.64 然后再加上股权资本成本 是13.2% 然后乘上股权的比重 就是3238.64 去除以这个3538.64 依此类推都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加权成本 就能够得到 对吧 实际上是这样来的 然后我们算出每一种情况下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加权资本成本 最低的应该是12.58% 这个最低对吧 你看这个最低 然后试净率最高的 也是这一块 你看这不是这个最高啊 而总的企业价值最高的 也是这一块 所以很显然当负债为600万的时候 我们这个结构是最优的 这种结构 这是我们书上的例题 这是我们书上的例子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计算题 这道题实际上是 很久以前一道考题 我们稍微给他做了一点变形 那么他这道题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ABC公司啊 正在考虑改变他的资本结构 有关资料给我们了 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 公司目前债务的账面价值是1000万 利息率5% 债务的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相同 普通股有4000万股 每股的价格1块钱 所有者权益的账面金额4000万 是吧 等于说和当前的市价是一样了 然后又告诉我每年的 稀税前利润是500万 所得税税率是15% 就是给了一个 应该说他的这个 比如说是高新技术企业 税率是15% 给了这样一个条件 我们再看第二 公司将保持现有的资产规模 和资产的稀税前利润率 那就言外之意就说什么呢 我们的总资产的规模不变 你想我们这个目前的总资产多少 我们总资产的债务账面价值1000 所有权益账面价值是4000 所以我们的总资产规模就是5000万 又保持现有的稀税前利润率水平 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EBIT也不变啊 你资产不变 稀税前利润率 那就是EBIT也是不变的 那就是每年都是500 是吧 每年都是500万的 他等于是这样告我们 然后呢 又告我们每年 把全部的税后金利都分给股东 所以股里支付率是100% 而且预计未来增长率为0 0增长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条件 他为了提高企业价值呢 公司要改变资本结构 举借新的债务 替换旧的债务 并且回购部分普通股 那实际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他实际上是举新债要替换旧债 那也就是说我们给的那个新的债务规模 就是你最终的新的债务 因为他是要把那个原来旧债要还了 而且要回购部分股票 然后给了我们可供选择的资本结构 调整方案有两个 第一个是举借新债务总额2000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从这个账面价值来说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从这个账面价值来看 我们债务是多少啊 第一种方案 那他就是2000对吧 因为你是举借新债替换旧债 我们原来是有债务 是1000 但是我们现在举借新债替换 就把原来债务还了 所以我的新债务还是2000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由于他告你说 是不改变资产规模 所以从账面价值来说 我的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 那就是3000万 就是我得保证 我的总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变 这是第一个方案 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说举借新的债务 它的这个债务总额到3000万了 所以第二种情况 我们的这个账面价值 这个债务啊变成3000万了 然后所有的权益当然就是2000万 对吧 这是两种方案下的 债务权益的这个账面价值的情况 然后呢 利息率也不一样 对吧 就是方案二因为负债多嘛 利息率高 然后第四个 假设资本市场有效 当前资本市场上无风险利率4% 市场风险溢价率是5% 那我们看他的这个要求 第一个 让你计算该公司目前的权益成本 而且让我们求贝斯系数 另外呢 还让我们求试金率 首先看权益资本成本 那我们讲过股票资本成本的模型啊 有鼓励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还有呢 呃就是我们的呃就是债券收益风险 这个调整模型 就是根据债券债务的税后成本 再加上相应的这个 分险溢价率对吧 但是呃我们要看他的数据可获得性 这道题大家看 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 哎他给了我无风险利率 也给了市场分险溢价率 我可以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啊 但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它缺beta 而且人家让你计算beta 那就说明我们利用 就是这个CPF模型的话 数据不够 没有beta系数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 其他模型可用啊 债券收益风险条 风险溢价法的 我没有风险溢价率 没告你 但是你看我们的股利 他是不是给我们了 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公司啊 他的每年的税后利润都分给股东 呃那么我们当前的这个净利润是多少啊 当前净利润可以得到 对吧 因为他当前的债务 呃我们也知道他的利息率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目前的啊 目前这个 有关他这个股利 等于什么呢 因为我的股利支付率百分之百啊 那我们的七岁钱利润五百 减去利息 利息呢 因为是债务是一千 乘上利息率百分之五是吧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 所得税率 他给的是 一减百分之五 这是我们的 有关他的这个净利润 然后呢 你要想从美股股利也可以 对吧 因为他给的是美股价格 那我的美股股利 我除以股数 普通股四千万股 这样可以得到美股股利 然后我们的股权资本成本就好办了 因为他是零增长 对吧 未来又是零增长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股权成本 我就利用股利模型 按照股利模型 我们本来公式应该是用 预期股利第一 比上P0加G 但是我们都要提的G为0 对吧 所以股利是恒定的 既然股利恒定 我们就是把那个美股股利 除以美股市价一块钱 就很容易了 对吧 他给了我市价是一块钱 所以首先我们利用的是 股利模型求这个股权成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得到这个股权的资本成本 是9.56% 大家看股权成本 我们算是9.56%了 然后呢 大家看他要你求Beta系数 那怎么办呢 就是给了你股票资本成本 然后你倒求Beta 9.56% 如果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那就应该等于无风险的利率 大家看这里面给了我 无风险利率是4% 然后Beta系数位置数 市场风险溢价率 他给的我们是5% 所以这样一来说 就可以倒推出Beta呀 对吧 所以这个Beta系数 我们就可以倒推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市净率 因为让你求目前 目前的每股的市价是一 每股的账面净值呢 因为我们这条题 假设它的所有的权益价值 也是4000万 股数是4000万股 它的市净率是不是就是一呀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市净率 它的每股的市场的价值 相当于就是我们 你可以因为它每股的市价 因为市场是有效嘛 你按照一块钱来说 然后我们这个 每股的市净资产呢 每股市价除以每股净资产 就是4000除以4000 所以就是一对吧 所以这个很好做了 这是第一问 我们再看第二问 让你算该公司 就是无负债的贝特系数 还有无负债的权益成本 什么叫无负债的贝特 一定不要认为 无负债的贝特是贝特权益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贝特权益反而是含负债的 它是受资本结构影响的 对吧 而无负债的贝特 就指的是贝特资产 那么这个贝特资产 怎么来确定呢 因为我们这个求的贝特 是贝特权益 只要不特质都是贝特权益 贝特权益是含财物杠杆 而贝特资产要卸载财物杠杆 那就用我们前面讲的 你把这个贝特权益 卸载它的财物杠杆 你看这个公司目前的 债务是1000 股权是4000 这是我们原来的情况 对吧 就是我们原有的债务是1000 股权是4000 所以原来的债务权益 是1比4的 所以我要想求这个贝特资产 就是贝特权益除上 1加上1减去所得税率 负债权益比1除以4 这样可以得到贝特资产 然后你贝特资产有了 让你求无负债的权益资本 你就把贝特资产带进去 带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权益成本 对吧 因为你没有负债啊 所以呢你最后的这个贝特 就用贝特资产 所以我们套 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RF加上我们的这个贝特 乘上市场风险益价值就可以了 是吧 这是我们第二问 然后大家再跟我看第三问 他说你计算啊 两种资本结构调整方案的 权益的贝特 你有了贝特资产来 那就要加载财务杠杆 才是贝特权益 对吧 那你看我们通过计算 我们算出来 这个贝特资产是 0.9171 那我要加载财务杠杆 对于方案一来说 那你就要把这个 我们那个贝特权益的那个 就贝特资产这个数 对于方案一就要乘上 1加上1减去税率 乘上我们方案一的负债权益比 是2比3 对吧 而对于方案二呢 你要让我去求贝特权益 也是 要把我们刚才送出来的贝特资产 给我乘上 1加上1减去税率 乘上一个 就是3比2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贝特权益 我们就可以有了 对吧 就是谈到这个两种方案 贝特权益 然后把贝特权益 带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可以得到权益成本 然后现在我们关键来看 它这个实体价值 大家知道实体价值是用 这个股权加上债务 我们知道立体是假设 债务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一致 关键考虑怎么算股权价值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分别来看啊 你想我们对于先看一下 那在方案一的情况下 我怎么来算股权价值呢 在方案一的情况下的股权价值 EBIT它告诉我们未来都是不变的 我们的未来的这个EBIT都是每年500 所以分子EBIT 500减去我们方案一呢 债务是2000万对吧 所以2000乘上利息率6% 然后再乘上一减所得税率 这就是净利润 对吧 然后因为我们是鼓励支付率100% 那就是给的股东 然后你再除上我们这个 刚才计算出来的方案一的权益的这个资本成本 对吧 你刚才算出来的权益成本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刚才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去得到我们方案一的这个股权资本成本 也就是你刚才算出来的那个数 这样可以得到我的股权价值 同理方案二也是这样 对吧 你对于方案二的股权价值呢 只不过就是EBIT不变 那利息变了 你是3000万乘7%了 对吧 然后乘个一减所得税率 然后分母除的是你刚才算出来的方案二的股权成本 所以大家可以给我看一下啊 我们后面的这个答案 就是我们当这个负债为2000万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加载这个财务杠杆 得到了新的这个Beta 然后进一步得到权益资本是11.8% 所以权益价值呢 就是股利比上权益成本 因为我们股利支付率100%啊 对吧 因为我们强调的他这个提告 你说是把全部分给股东 股利支付率是100% 所以我们这个股利啊 其实就是你的什么呢 净利润 所以就是净利润比上你的股权成本 得到股权价值 然后债务呢 按账面价值2000 一加就得到我的实际价值是4889 然后他让我求市净率 那市净率就用他的市场 股权的市场价值 比上股权的账面价值 那我们的账面价值 那不就是我们第一个方案下 就是这个3000吗 对吧 所以这样我可以把它的这个 市净率就能够得到 这是方案一 方案二一样道理 方案二只不过是负债是3000万了 也是重新加载算Beta 然后得到权益成本 也是把他的净利润除上我们的权益成本得到股权价值 再考虑股权加上债务 得到你的实际价值 那市净率呢 就是要把股权的市场价值 除以一个我们的股权的账面价值 那算的结果是0.85 那其实您可以看一下啊 也就是他的提问 那你判断应该 是不是调整这本结构 要说明原因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三个方案 市净率最大的是当前啊 当前市净率是1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价值 市价和账面价值一样 那不就市净率是1吗 那你改变以后 我的市净率都下降了 而且你从这个企业的实体价值来看 因为它提示我们 债务的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相同 所以当前的债务的市值是1000万 当前的权益的市值4000万 所以加起来是5000万吧 所以目前总的实体价值是5000 但是我们改变结构以后 您可以看到我们无论是方案一 还是方案二 都比5000少了 市净率也都低于1了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说 不应该调整资本结构 对吧 那就说还是保持当前的这个资本结构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以往的考题 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就是要找到企业价值最大 或者说这个市净率最高的那个 然后这就是这么低的这个方案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节 杠杆系数的衡量 其实在这一节呢 我们主要是要解决 这个风险的衡量的问题 我们这一节要介绍三个杠杆效应 是吧 那么首先我们先理解啊 什么叫做杠杆 你像我们自然界的这种杠杆作用啊 我们说大家都知道啊 比如说这个东西很重 那我直接抬可能抬不动 但是我如果借助一个杠杆 我就可以用一个很小的力 顶起一个很大的东西 那我们财务管理这个杠杆的含义 就是借用这个自然界这个杠杆效应 那我们谈的杠杆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 由于存在固定的成本费用 会使得呢 某一个财务变量的较小变动 引起呢利润较大的变动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固定的成本费用啊 企业的固定的这个成本费用 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啊 如果它这个活动是由于经营活动 引起的成本费用 我们把称为是固定的经营成本 另外呢 如果它是由于我们的这个 就是融资活动引起的这个固定的开支 比如像利息啊优先股利啊 我们就称为是固定的这个融资成本 或者有经常称为固定的财务负担 是吧 是由于筹资活动引起的 因为大家可以回忆我们在以前讲 管理用财务报表 我们实际上就把所有的活动分成两大块 一块是经营活动 一块是金融活动 对吧 如果是由于经营活动 引起的固定性的成本费用 我们就给它称为是固定的经营成本 通常在考试的时候就简称为固定成本 然后我们后面就统一用英文大号字母 F来表示固定的经营成本 而对于由于这个金融活动 我们引起的这种固定的财务负担 就是我们的固定的融资成本 比如像利息啊 优先股利啊 这些都是固定的融资成本 那么我们在财务管理里 既然把固定性的成本费用分为两类 所以呢 把这种啊 由于存在固定的经营成本 引起的某一个变量的较小变动 引起利润很大的变动 这种杠杆效应 就起名为什么呀 经营杠杆 而这个财务杠杆 就由于存在固定的财务负担 就由于利息啊 优先股利 这些固定成本的存在 引起的某一个变量 最后变动 利润很大变动的这个杠杆 就成为财务杠杆 那联合杠杆呢 就指两个杠杆的联合作用啊 就指的是既有固定经营成本 也有固定的融资成本 就是总的固定成本费用的存在 它引起的这种杠杆效应 就是联合杠杆 也经常把它称为是总杠杆 是吧 总杠杆或联合杠杆 都是同一个概念 不同称谓 所以其实我们把杠杆 可以分成这么三类 最基本就是经营和财务 那大家看 我们的固定性的成本费用 我们是分成两类 所以呢 它引起的杠杆呢 就是分为两个基本类的 一个是经营杠杆 一个是财务杠杆 然后我们说杠杆效应 是反映某一个变量的 较小变动 引起利润很大的变动 那这个利润 是指什么利润呢 大家看我们已经预先学习过了 第16章的本量力分析了 我们在本量力分析里面 提到一些利润 比如大家看 谈到利润是收入 减去成本费用 如果我在扣除 这个成本费用的时候 我只减变动成本 我们给这个利润起个名字 叫边际贡献 我们只能后面老写汉字了 我们用M margin 就是用边际 来代表这个边际贡献 是吧 边际贡献这个概念 我们已经在16章讲过了 收入减去变动成本 就是我们的边际贡献 是吧 或者用代表来写 P减V 乘以Q 我们说也可以拿收入 比如收入 乘上一个边际贡献率 对吧 都可以 就怎么来求这个边际贡献 有很多方法 对吧 这是第一个利润 边际贡献 然后大家再跟我看 第二个利润 稀岁钱利润 这个稀岁钱利润呢 我们本量力分析里面 所谈的利润 都是稀岁钱利润 就是不扣利息 也不扣所得税之前的利润 我们给它起名叫 稀岁钱利润 我们都用代码 EBIT E就是收益 EARNING 是吧 B是之前 B4I就是利息 是吧 T就是税嘛 所以EBIT表示 稀岁钱利润 这个我们前面也经常用它 那稀岁钱利润和边际贡献相比呢 要比我们的边际贡献要多扣除一个固定的基因成本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EBIT 可以拿这个边际贡献M 减去固定的基因成本F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第三个利润 就是税前的利润 就是 不扣所得的税 但是还要扣利息的 那税前利润呢 当然就要把这个EBIT减去利息了 就是我们谈谈税前利润 另外呢 我们还想回忆一下会计的净利润 那会计的净利润呢 大家都知道是 我们要扣除所得税了 是吧 但是如果我想要你算一下 归属于普通股的这个净收益呢 因为净利润呢 它只是扣了利息扣了所得税 但是我要考虑归属于普通股的净收益呢 那就是净利润减优先股利 对吧 要把这个EBIT减MAT乘以减贴好过减去优先股利 所以其实我们利润 有很多个表述 对吧 我们有这个边境贡献 最基本的收入减贴重成本 然后再有税税前利润 就进一步把这个固定成本扣 就是税税前利润 那如果要考虑 归属于普通股的收益呢 我们要扣利息 还要扣数得税 对吧 还要扣优先股利 对吧 就是净利润减优先股利 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利润的概念 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 金银杠杆系数 对于金银杠杆系数呢 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衡量金银风险的 其实金银风险 我们就指的是生产金银的不确定性 我不考虑这个资本结构的变化 我不考虑负债的影响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没有考虑负债的时候 我不使用负债的时候 我的金银的内在风险 对吧 那它的影响因素呢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的需求会变 我们单价成本 包括你自身的调节价格的能力啊 成本的比重些都会变 就是生产经营 很多因素都是会影响的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我们的经营利润是EBIT 那你想PVQF 它都有可能变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的这个会存在这个金银风险 那么对于金银风险 我们怎么来衡量它呢 我们用金银杠杆系数 是吧 首先我们来理解金银杠杆效应 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 所谓杠杆指的是 由于存在固定的成本费用 会使某一个变量较小变动 引起另外一个变量很大的变动 那么金银杠杆的含义啊 我们其实可以利用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稀碎钱利润这个公式 大家看 稀碎钱利润EBIT 是等于P减V乘Q减F 对吗 那么我们固定的金银成本 金银杠效应的含义是 由于存在固定的金银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F 它是不变的 是吧 也就是我这个F这个指标不变 那既然这个不变 我们假设销量有变化 比如说我们假设销量 明年会 预计明年会增长一倍 那么我的EBIT会怎么样 就好比比如说 我们目前的编辑贡献啊 我们比如说我告诉你 企业当前的P减V 就P0减V0 乘以Q0 比如说是5000万 我们当前的固定成本 F0 比如说是1000万 所以导致我们算出来 我的EBIT0 那当然就是4000万 对吧 那现在我告诉你啊 我明年的销售会增长一倍 大家想如果这个销量 明年要是增长一倍 那我这个5会变成多少呀 会变成10了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明年的5会变成10 但你注意 这个E怎么样 不变 对吧 F不变 如果我告诉你说 我这个5会变成10 E会增长 也会变成2 那你这个EBIT 也就只能增长一倍 对不对 但是不是 我们前面这个东西 在增大 而这个后面这个数呢 还是原来的小的1 所以你的这个结果 这个EBIT1的变动倍数怎么样 一定会比你这个 一倍的变动要大的 对吧 我的EBIT变化一定会更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5减1 5已变成10了 后面还减1呢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结果一定会有更大的变动 所以 所谓金银杠杆效益 就由于存在固定的金银成本 我们的销量的较小变动 会引起EBIT较大的变动 或者换句话来说 就是你的EBIT的变动率 一定会大于销量的变动率 是不是 这就是金银杠杆效应 那么对于金银杠杆效应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 由于存在固定的金银成本F 销量的较小变动 会引起EBIT较大的变动 那究竟多大 对吧 比如销量变动一倍 你说EBIT一定是大于一倍 那你大于一倍到底是多少倍啊 是1.5倍 还是两倍 还是三倍啊 我就想衡量它 所以对于金银杠杆 中的衡量呢 我们就用一个指标 叫金银杠杆系数 按照英文打头的字母 就是DOL 这个D就是程度 D个瑞 是吧 大家可以看 这个operating的经营 Library是杠杆 就是金银杆杆的程度 对吧 你不是告诉我说 它会有很大的变动 但它程度有多大呢 对吧 我们就给它请教 金银杠杆系数 这个系数大 那就是变动程度大呗 对不对 那这金银杆系数 它的定义公式 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谈的 因为我们说 你的销量较小变动 EBIT会有较大的变动 那因此我就要看究竟多大 我们就要算一下 这个EBIT的变动率 它比这个销量的变动率 大多少 二者除一下 除一下 假设为2 那就说它是它的变动率的2倍 如果是3 那就它是3倍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你看我们金银杆杆系数的定义公式 就是用EBIT变动率除上销量的变动率 那么这个是揭示我们金银杆系数的含义的 对吧 那这个公式的应用呢 在考试的时候一般用于预测 什么叫用于预测呢 就比如说我假设我告诉你了 我说我们这个经过测算 我的金银杆杆系数是等于2的 我现在想请你帮我预测 如果明年销量 我们预计会增长10% 我问一下你 我的稀税前利润会增长多少 那你看这个 相当于我们的三个要素 知道两个你求第三个 那不太简单了 那我就推出来 那两倍的呀 20%对不对 或者反过来他也可以这么样想 就是我的金银杆杆系数比如等于2 然后我告诉你啊 我的目标 是希望我明年的EBIT要增长10% 我反过来问你 我反过来问你为了实现我的利润增长10%的目标 我问你销量该增长多少 那大家看一下 那这不就增长5%不就够了呗 对不对 所以就像这种 给了杠杆系数 让你需求某个特定变量的变动率 我们就利用定义公式来完成它就行了 但这个定义公式我们说比较麻烦 因为你得就是如果你要让我算 算这个金银杆杆系数 我得要你看 德特EBIT 就是我得有预计的EBIT 减去G7的 EBIT出于G7的 分母也是预计销量 减去G7销量 再出于销量 就特别麻烦 所以我们就 想利用一个简化的公式 这些简化的公式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推导 是吧 我们书上没有列势 但是我们想让大家理解了以后 你再去背就简单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假设我G7的EBIT 我就不用讲码了 是吧 就是不再讲码 这就是G7的 那么预计的EBIT 因为我们是假设啊 在相关范围之内 相关范围之内 固定成本总额F不变 单位变用成本V不变 我们现在假设单价也不变了 那你想我们 要想提高EBIT F不变 V不变 P不变 因为P是由市场决定的 不是你随便可以变的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这几些都不变了 那么唯一可以变的是销量 所以这样我的预计的EBIT1 F PV都不变 只是Q变成QE了 那我想让你算 DLT EBIT 两个减 大家看DLT EBIT的话 因为我们的F可以约掉 所以它的DLT EBIT呢 就是P-V乘DLTQ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 因为我们 这个金银杠杆系数呢 是DLT EBIT除EBIT 就是EBIT 分母DLTQ比Q 而这个DLT EBIT 又等于P减V乘DLTQ 我们带进去 是吧 带进去以后 大家看 这块有个DLTQ 这块有个Q 可以约掉了 约掉以后 你把这个分母的Q分之一 给它翻上去 那不就是P减V乘Q 比上EBIT啊 而P减V乘Q 不就是你的编辑贡献吗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编辑贡献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DLTQ约掉了 也就是说 我这里面都是G7的 就是用G7的编辑贡献 除以G7的稀罪钱利润 是不是 因为DLTQ约了 就是用G7的水平了 所以对于简化的这个公式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 当前的状态 去预测未来 预测如果明年 我的销量变动一倍 你的EBIT会变动多少倍呢 我们不需要去算什么 就是DLTEBIT啊 DLTQ那些 就是约掉了 只用基数 是吧 用G7编辑贡献 除以G7的稀罪钱利润 那么我们说编辑贡献 我们前面用代码是M 那么稀罪钱利润和M的区别 在于多扣出一个F 当然你也可以用 基于EBIT来算 怎么都可以 是吧 因为我们 编辑贡献减去固定成本 是等于EBIT 所以分子的这个M呢 你也可以写成EBIT 加F吧 所以我们书上给的这个公式 怎么写都行 总而言之 你就记住 就是分子是编辑贡献 分母是稀罪钱利润 那么你通过这个公式 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如果要是这个企业 我的固定成本F为0 我们的基因杠杆 是不是1啊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是F等于0 你从这个公式里面 就可以推出来 我的基因杠杆系数 那它就等于1 那基因杠杆数等于1 我们简化公式和定义公式 是互相推的呀 那么既然是互相推的 我的基因杠杆系数的定义公式啊 是EBIT变动率 除以一个我们的销量的变动率 对吧 这是我的定义公式吗 那它就等于什么呀 它也就等于1 既然它等于1 表明什么 销量变动一倍 EBIT只能变动一倍 是不是这样啊 那就说没有放大效应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如果F等于0 我们的基因杠杆是唯一 没有放大效应 那就不存在 这个基因杠杆效应 对不对 就没有这个基因杠杆的效应 你没有放大的倍数吗 但大家跟我看 只要是F不等于0 分子上加个东西 分母EBIT 它就一定会大1 那你这个基因杠杆系数怎么样 只要F不等于0 我的基因杠杆数就会大于1 既然基因杠杆系数大于1 那就表明什么呀 因为我们两个上 是完全等价的嘛 那如果要是说 它是等于1 我们是不存在 那我们现在大于1呢 那我的基因杠杆系数 按照这个定义公式 EBIT的变动率 比上这个销量的变动率 就一定会大于1 那既然大于1就表明我们的销量 较小变动 EBIT会有很大的变动 那这时候就该怎么样 就存在了 就存在杠杆效应 是不是这意思啊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数量立体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有关这个结论 你看它这要提告 我们说 根据以下条件 让你计算 销量为1万件十的 基因杠杆系数 你看它给了我基期的状态 也给了我预测期的情况 其实我们在算的时候呢 大家看啊 你可以用定义公式 比如说我要想要你 用定义公式来算的话 我先把基期的EBIT 算出来 就P-V乘Q-F 对吧 然后我们再算一下预计的 因为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预计 我的销量从1万件增长了 到2万件了 我再求一个预计的 这个EBIT 那就带进去 然后我们 就可以求一下 基因杠杆系数 分子是 EBIT变动率 就是用预计的 减计基期 除以基期 分母呢 是销量变动率 也是用预计销量 2万减1万除以1万 大家看我们多少结果 是1.67 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说 没必要那么麻烦 我们就利用 基期的 这个状态的指标来算 所以我们让你算 金杠杆系数 按照我们的定义公式 我们实际上就是 分子是边际公线 分母是EBIT 对不对 边际公线是什么呀 收入减变动成本嘛 那就是10-5 乘上一个 我们的销量Q 是吧 P-V乘Q 然后分母 要比它这个 要多扣出一个什么 固定成本2万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计算结果 和它的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看啊 如果你说 我在考试的时候 让你计算 金杠杆系数 你拿预计期的数据来算 这道题 如果你拿预计期来算的话 这个金杠杆系数 就是我们要 如果算这个 用预计期来算 你看我们的这个 边际公线啊 10-5 乘的是什么呀 乘的是2万件了 对吧 然后分母呢 10-5 乘以2万 再减去固定成本2万 你可以算一下 它是 不等于这个1.67的 对不对 那我想跟你强调什么呢 就是我们考试 让你来算 金银分险的时候 我们是用 利用机器数据 预测的是 未来的分险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 2022年 对吧 那么考试 它比如说 给了你2021年的数据 那你根据2021年的数据 是预测 2022年的分险 那如果你是 根据2022年的数据呢 那你是预测的是 2023年的分险 对吧 我们都是用上一年的数 来预测下一年分险 所以你如果是根据 预测期的数来算 那个结果是预测 再下一期的 是不是 所以利用我们的计算公式 一定是利用 机器的数据来做 所以这个稍微提示一下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关结论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 就是我们 就是给大家推导 这个公式 你可以看出来 如果要是 F等于0 按照我们的公式 你想 F为0 你别管是 EBIT 加F除EBIT 还是说M除M-F 只要是F为0 我的精英杠杆系数 就等于1了 是吧 那就没有杠杆效应了 只有什么呢 只有当我有F的时候 就是F不等于0 这样一来 我们才存在 精英杠杆的放大效应 这首先第一个 是吧 存在的前提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们精英杠杆系数 和精英分险 这种关系 我们说 精英分险 是由生产 经营的 不确定性 引起的 就未来的价格会变 成本会变 市场需求 销量会变 所以它会引起 精英分险 但是由于存在了 这个固定的精英成本 它就放大了市场 还有生产等因素变化 对我利润波动的影响 是吧 也就是说 由于这些未来 比如市场不确定 我说市场会 可能会下降 就是说 可能下降1% 那么 因为我们有固定的开支 那你的这个利润 就会下降会更大 风险是不确定性 就像我们说 精英杠杆系数 等于2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 如果要是明年不错 是吧 明年我的销售 增长一倍 那我的EBIT 是增长两倍的 是吧 我的EBIT 又会增长两倍 但是反过来呢 明年要是销量 万一要下降一倍呢 那EBIT 也是下降两倍 对吧 就是精英杠杆 系数越大 我们的EBIT 销量的较小波动 EBIT 会有较大的波动 是吧 我们说 分险中性词 既有可能带来 更大的收益 但也有可能带来 更大的这种损失 所以 金银杠杆系数越大 金银分险越大 实际上就是我们想得到 第二个结论 是吧 金银杠杆系数越大 我们的金银分险是越大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影响因素 对于金银杠杆系数的影响因素呢 我们书上就给了一个结论 但这个大家看 没有必要特意去背 我们考试 如果考你这个影响因素啊 它其实就是考你公式 那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给大家谈 就是这个定义法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化 这个公式 是吧 那这个简化的公式啊 金银杠杆系数 是吧 我们说是用边际贡献 除上一个EBIT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如果呢 我们 我就是 其实我们不是想让大家再背一个公式啊 我们主要想让大家去理解一下啊 这个EBIT就是 我可以写成M 除以M-F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分子分母同时除以1 那么这个变成1-F除M了 对不对 就成了这样了 那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啊 首先你看我们的影响因素 先看这个 F的影响 这个没问题 如果其他因素不变 你这个F越大 F越大 我们分母一减就变小 它这个金银杠杆系数一定是越大 对不对 或者你按照我们那个好记的 比如说EBIT 加F除以EBIT 怎么做都行啊 其实我们说你都可以先不用背它 你就先给我看懂了 我一会儿告诉你怎么背啊 我们这是推出来的公式 对吧 那现在大家看 很显然F越大 金银杠杆系数是越大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 除了F会影响 我们还有什么会影响啊 就是这个EBIT呗 EBIT会影响 EBIT受什么因素影响 PVQF F我已经知道怎么影响了 那现在就看PVQ的影响了 那你这个PVQ的影响 从我刚才给大家推的这个公式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M和F啊 应该是一个反向变动 对吧 也就是说你如果边际贡献越大的话 假设我们两家企业固定成本开支一样 边际贡献大的企业 它的金银杠杆系数是不是应该是小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杠杆系数这一块 其实呢我们一般来说在考试时候 如果让你计算金银杠杆系数 我们就用简化的公式 就你没必要再去算它的预测值了 就用机器的数据 但是我们利用的机器数据 但是预测的是未来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对于金银杠杆系数呢 我们一个是要掌握它的定义公式 定义公式上是帮我们进行预测的 对吧 金银杠杆系数我们要记住 它实际上是反映这个EBIT的变动率 除以销量的变动率 对不对 这是我们谈的这个定义公式 然后呢我们刚才又推出来了 简化的计算公式 我们就是拿这个G7的这个编辑贡献 除上G7的稀税前利润 对吧 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因为分子的编辑贡献呢 是EBIT 再把扣的固定成本F给我加回来 分母还是EBIT G7的 是吧 或者你说M减 除上M减F都行 怎么做都行 对吧 实际上就是用 一个是编辑贡献 一个是出于EBIT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于这个公式啊 我们实际上不仅要会计算 是吧 我们一般来说考试 考你计算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这个计算公式 考预测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的 它给了某一个变量的变动率 让你去求另外一个变量的变动 而且给了杠杆系数了 我们就利用定义公式 是不是 所以定义公式我们用在预测上 计算公式 我们就利用这个简化公式 另外呢 还要注意一下我们有关的结论 那这个结论呢 实际上我们在前天刚才已经讲了 就什么情况 我们才能够存在 金银杠杆的放大效应呢 大家看第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存在的前提 只有当你的F不等于0 对吧 我们刚才讲 如果F为0 金银杠杆是为1 那就没有放大效应 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一个结论 就是只有当存在固定的金银成本 我们才会存在 这个金银杠杆的这种放大效应 就是你的收入的较小波变动 引起利润的较大变动 因为我们这条题 它是假设这个 就是我们在杠杆这边 单价不变的 因为单价是由外部的市场来决定 所以单价不变 所以销后收入的变动 实际上就是你的销量的变动 我们在杠杆这块 收入的变动和单 和那个销量变动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首先第一个结论 什么时候 我们有杠杆效应 那我们刚才讲了 只有F不等于0 我们才存在 这个金银杠杆效应 对吧 这是第一个 需要大家掌握的结论 那第二个 需要大家掌握的结论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金银杠杆系数 比如说我杠年啊 金银杠杆数等于3 它表明什么呢 如果明年要是销量增长一倍 我的EBIT会增长三倍 那我当然很高兴啊 但是明年没准啊 因为明年不确定啊 未来市场需求会变化 万一要是明年的市场的销售 下降一倍呢 那你的EBIT就会下降三倍 所以这个系数越大 所以你的销量较小波动 EBIT会有很大的波动 因为我们谈到风险是什么呀 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收益的不确定性 所以很显然 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呢 你这金银杠杆系数越大 我们的经营风险 就会越大 对吧 就是金银分险是由于生产金银的不确定性引起的 比如说单价会变 变动成本V会变 销量会变 F会变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 制险因素 金银分险制险因素 是我们的金银的不确定性 但是如果存在了这个金银杠杆效应 它就会放大这些因素 对我们的利润波动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金银杠杆是越大 金银分险越大 这是我们谈的第二个结论 那第三个要注意影响因素 那这个影响因素呢 其实考试的时候 大家就从它的这个公式来把握就行了 首先啊 我们可以看到 你从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要判断影响因素 都是只变一个其他不变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响因素 主要是从这个公式里面 一个是F 一个是EBIT 对吧 如果你的F越大 那我们当然呢 金银杠杆系数 它就会越大 那你EBIT的影响呢 那大家可能会说 你的分子分母都有EBIT 但实际上你看 E加上F除以EBIT 那就是我们的EBIT和F 一个是分子 一个是分母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金银利润高的企业 它的金银分险反而应该小啊 对吧 所以我们说EBIT也会影响啊 那么EBIT和它正好是反向的 就是这样的话 我的金银杠杠系数应该反而小 对吧 而且我们EBIT又受什么因素影响 因为我们都知道EBIT是 P-V乘Q-F F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现在我们假设F确定了 是吧 你就来看PVQ吧 那你看这个PVQ P和Q是和EBIT是同向 对不对 而这个V和EBIT是反向 所以其实呢 你如果从大的方面是来看 那么你如果从呢 它这个PVQF来说 我们就可以推出来 你就按照联动的影响吧 单价如果提高 销量提高 我们的金银杠杠系数 是不是是下降的呀 那我们的这个成本 如果要是提高 被动成本提高 F要是提高 我的金银杠杠系数 是不是上升的呀 你从公式里面就能够看出来 对吧 这是从公式推 但是我们就理解 你就可以按照常识去背它 成本 开支水平高的企业 是不是风险应该大呀 如果同样的成本水平 我们的收入水平高的企业 是不是风险小啊 所以你看我们的成本 和金银杠杠系数是 同向变动 但是我们的销量和价格 是反向变动 是不是 你可以根据公式来 其实就按照常识来 成本水平高的企业 它的同样的收入规模成本高的企业 当然是风险 收入降低成本嘛 对吧 所以就通过增加收入降低成本 这样可以降低金银分线 那就和你的影响因素就一样了 所以这个结论应该说好把握的 另外我们还要提一下 对于金银杠杠系数 除了要注意它的定义公式计算公式 还要特别要注意和本量力 这个相关联这个勾计公式 是吧 或者这个关系公式 大家可以回忆我们在前面讲 就是利润对销量的敏感系数 我们在前面谈到是等于什么呀 敏感系数的计算 分子是目标 目标值 EBIT变动率 分母就是参量销量的变动率 大家看这不就是我们的 金银杠杠系数的定义公式吗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吧 另外还要注意 它们还等于安全边际率的倒数 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公式啊 金银杠杠系数分子是G7的边际公线 分母是G7的EBIT 是吧 那边际公线怎么算呢 P减V 乘以Q 分母的EBIT呢 P减V 乘以Q 减固定成本F 然后大家看啊 我现在把分子分母同时除以P减V 分子除以P减V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Q了啊 我写在这里啊 分子除以P减V 是不是Q啊 这块约了 这块也约了 这块呢 分母变成Q减去F除以P减V 然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F除以P减V啊 这是我们在第十三 第十六章我们提前讲的 F除以P减V 不就是我们盈亏 零界点的销量吗 宝本点的销量啊 就是我们前面讲利润为零的那个Q0 那你想你的正常销量Q减去Q0 这个分母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谈的安全边际量啊 对吧 既然是安全边际量 分母是安全边际量 分子是正常销量 不就是安全边际率的倒数吗 它是推出来的 对吧 就是利用我们这个边际贡献 P减V乘Q除以P减V乘Q减F 同时你除P减V 推出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推了 考试你不能现推啊 我们看怎么记 其实很好记 我们刚才讲 基因杠杠系数越大 说明基因分险大 基因分险大是不是不安全啊 所以它就是什么呀 安全边际率的倒数 基因杠杠系数越大越不安全 所以基因杠杠系数 是等于安全边际率的倒数 所以这个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也就会经常结合 本量力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原理来考我们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以往的考题 实际上对于基因杠杠系数这块呢 其实是希望大家注意三个公式 一个是定义公式 要会利用它去预测 是吧 还有会利用计算公式 去算杠杠系数 另外这个 勾计关系的公式也要把握 此外要掌握结论 就对于杠杠系数这块 大家总体来说呢 实际上是要注意的四个方面 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以往的考题 我们先来看一道单选题 它这条题呢 实际上你看 它是给了我们 18年的边际贡献额 也给了基因杠杠系数三了 大家看它 直接给了基因杠杠系数 像这种一般来说 它通常都是考你定义公式的 它告诉我说 假设这个其他点不变 如果收入增长了20% 问你吸水钱利润是多少 像这种给了杠杠系数 给了某一个变量的变动率 让你去推另外一个 它一定是考我们 这个定义公式的应用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因为基因杠杠系数等于三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 按照定义公式的话 那我们的分子 应该是这个EBIT的变动率 对不对 然后分母呢 就是你的这个销售的变动率 因为我们是假设 一般都假设单价是不变的 所以销量的变动和销售收入变动是一致的 所以我的分母就是我们的销售收入的变动率 我用这个 那像我们这条题 它已经告我的收入变动了20% 所以从这里面我可以推出来 那我的EBIT的变动率一定是可以是60% 那现在让我求预计的EBIT 那大家想预计的EBIT是什么呀 应该是拿G7的 再乘上一个1加60%不就完了吗 但G7的EBIT它有没有呢 它这里面给了编辑贡献 没有给我EBIT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大家再看计算公式 这条题它其实还要用计算公式帮我们把那个G7的EBIT得到 因为我们的基因杠杆系数还可以等于什么 等于G7的边际贡献除以G7的EBIT 那边际贡献已经给你了 是300 那你想EBIT等于多少 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就求出来我们G7的EBIT是等于100的 那既然G7的EBIT是100 又让我求预计的EBIT 所以就应该是160 所以其实它这条题呢是既考核了你的这个 就是定义公式让我们预测EBIT准率 另外也要让你利用这个计算公式 去倒推出我的G7的EBIT 然后这样去求对吧 就是我们谈的18年这条考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去年在这块考了一个多选题 它问你下列关于金银杠杆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呢说如果不存在固定金银成本 就不存在金银杠杆效应 没有问题的 对吧 只有F 就是不等于0 才会有杠杆效应 如果F等于0就没有 对吧 所以之对的 再看B 说金银杠杆代表是由固定的金银成本 和细税前利润共同决定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谈了金银杠杆系数 我们如果按照我们那个公式 就是EBIT 加上固定成本F除上EBIT 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就是由F和EBIT 共同来决定的 那么可以怎么来说 没有问题的 对吧 实际上就是说 公式有很多种表示方法 包括我们这也可以说 M除以M-F 你也可以说是由边际贡献和固定成本 共同的原因都可以的 怎么说都行 对吧 所以就是通过公式 你就能够看到它对不对 然后再看C 如果要是其他人不变 降低单元被用成本 他说可以降低基因杠杆系数 我们可以按照常识 成本低了 我们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 风险是不是就会少啊 所以杠杆系数就会低 就是基因 单元被用成本和基因杠杆系数 是同向变动的 对吧 就是它的影响因素嘛 然后我们按常识 成本低了 所以风险低 所以这个对的 然后再看 他说如果固定成本不变 收入越大 杠杆效应应该 他说是越大 你想收入大 我的利润多呀 那我们要利润多的话 我的风险应该小 所以这个说反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考我们 刚才谈的那个基因杠杆的 一些结论的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实际上这条题是考察我们 和这个 就是本量力分析 相结合的 他说假公司的经营 处于盈亏零界点 就说明利润为零 然后问你下列表数 正确有 他说基因杠杆系数等于零 我们可以想一下 基因杠杆系数 DOL是什么 它是用 分子是机器边际供线 分母是EBIT 什么叫做 盈亏零界点啊 不就利润为零吗 EBIT等于零啊 这个等于零 你基因杠杆系数应该是多少 无穷大 对吧 所以这个A是不对的 他说安全边际等于零 那既然我们处于盈亏零界点 是属于利润为零的情况 那我们有没有说 销量超过了盈亏零界点啊 那就没有啊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安全边际 就是等于零啊 安全边际应该是拿你的正常销量 减去盈亏零界点的销量 就是我们的安全边际量 他现在告诉你 我目前就处于就是我的Q就是Q0了 那不就为零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 然后呢 又告诉我收入 销量等于收入线和成本线的这个销量收入 因为利润为零的那个收入水平 就是我们的这个盈亏零界点的收入 是吧 所以收入和成本相等不就利润为零 这也是对的 边际供限等于固定成本也是利润为零 所以这个应该都是正确的啊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 和本量力分析相结合的一道 这个例子哈 这个实际上也是以前的一道考题 说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当前的稀税前利润是2万 利用本量力关系呢 对影响税前利润的各个因素呢 我们进行敏感分析后得出 单价的敏感税为4 单不用成本敏感税是负的2.5 销量敏感税是1.5 固定成本敏感税是负的0.5 然后问你一下法中正确的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说的上述影响 这个稀税前利润的因素中 单价最敏感固定成本是最不敏感的 我们就看绝对值啊 绝对值的话 很显然单价的绝对值最大 4固定成本敏感系数是0.5 所以这个没问题 这是对的哈 现在我们看币 他说如果单价提高10% 说稀税前利润增长8000 那我们就看一下 他给的我们单价是什么呢 给了一个单价的敏感系数 是吧 我们说4等于什么 就是EBIT变动率 分母是什么 单价变动率 这是我们的敏感系数的定义公式 那么现在他已经提示 我单价提高10%了 所以这个单价既然是10% 那我可以推出来EBIT怎么样 是不是变动40%啊 那既然变动40% 我们可以推出来这个EBIT变动率是40% 就说明稀税前利润要增长40% 那你目前是2万 那你的 他问的是稀税前利润将增长8000 那就应该没问题 对吧 就是把这个2万乘以40% 不就是8000吗 所以这个是对了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当单位变动成本的上升幅度 超过40%的时候 企业将转为亏损 那么我们就要看单位变动成本 他给的是什么 他给的敏感系数是负的2.5 我们看负的2.5 等于什么呢 分子还是EBIT变动率 分母呢 是我的V的变动率 他告诉我呢 V变动率超过40% 也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你设下为40% 那你看我们推出来 这一层是不是负的100%啊 大家回忆我在第十五章给大家讲了 他如果说你 从这个当前的这个利润水平 转到盈亏临界点 那就是负100%吧 利润变动负100% 是不是 那如果你的变动率超过40% 那就说会转为亏损 你如果等于40% 就是都已经是利润为零了 那你要更高了 那当然就亏损了 是吧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对的 我们主要是想说这个D 就企业的安全边界率是6到67% 其实这个的主要是想要掌握这个关系公式 因为我们知道销量的敏感系数是什么 就是金银杠杆系数DOL 对吧 也就是什么呀 安全边界率的倒数 所以其实 那你既然已经告我这个是1.5了 所以安全边界率 这个怎么来的呢 就是金银杠杆系数倒数1.5分之1 这样得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个D也是对的 好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金银杠杆系数这块 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我们这一讲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